这方向是偏东北 其实是大部分是东 所以主卧会是在东边 它南边是比较开阔的 所以它的采光应该还是也不错 然后整个这边有一个gas parking 然后我们进来 然后智能的门锁 里面也做了生机 然后我们来快速看一下 这边有升级的地毯 升级的地毯 然后做了一个灯的升级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礼貌间 然后它的把手也是有升级的 今天因为天也不好 所以里面采光没有特别的好 然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卫生间不错的 这个是一个ADA的unit 感觉它的卫生间门特别宽 这个轮椅可以直接进去 那这边应该是一个布鲁式的淋漪房 这边全部都是升级的 这个黑色的 然后这是磨砂的这种黑色质感很好 然后包括这个龙头也全是黑色 然后把手 这面板是这种现代化的那种面板 然后普通的抽屉 升级了地砖 地砖也有过升级 当然地毯也是一个升级 我们下这个车库特别宽 充电桩直接送了 七尺的车库门 这里地下室一个小的储存空间 让我们快速地去二楼来看一下 因为它还有一个appointment在后 所以我们不能在这停留太久 户型和样板房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就主要是看一下装修 这边也是全部铺了防水的地板 很漂亮的倒台 这户型的厨房餐厅其实我非常喜欢 这边是一个餐厅 然后这是倒台 后面做了back splash的升级 也很漂亮 一个六边形的 这样一个瓷砖 这个瓷砖应该是磨砂的感觉 对 磨砂的一个瓷砖 这个是门梅裤子 球机 柜子 丑油研机都有自带戏封口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里是它的一个小的小空间 这边其实可以给大家放一个写字台的 放一写字台 这边电脑的接口也有 电视机接口也有 像这里是它的一个pantry pantry也在采光 在采光的一个walking的pantry 然后我们再看到它的整个这边 停车位也挺好的 这边是东边对吧 东边早上太阳过来 其实也很好 下午也没有西晒 但如果大家需要想太阳的话 它整个这一堵墙 这个部分都是朝南的 南边是在这边 太阳好的时候 这边采光也完全没有问题的 电视机的墙是在这边 然后二楼有空调的控制 然后这边是可以放拐角的沙发 这样拐也行 这样拐也行 然后餐厅在那边 这应该是主卧 这是主卧不是客户 这主卧非常大的 四个灯对吧 标配 然后加一个cinecone prewire 主卧的看出去 我每天都看到这个六期 然后这边还会是规划建房 还会规划建房 但是它会距离会比较远 你看这边有个小的绿化 对不对 小的绿化 然后一个parking 所以其实没有邻居 这么近的来看着你的 那这种圆排来说 这种位置都不错的 然后升级 该有的升级 它也是 我刚才是做的 像这些黑色的龙头啊 trim啊 然后这边它还有一个心思 这边做了一个 这个是一个water circulation pump 不能这样热水 一样的话 热水就开始循环 然后出热水就会比较快 然后它这边还是把插头是 镶嵌在这个玻璃镜子里面 做了一些脑筋 它做了一些电路上面 一些升级一些思路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是water closet 布鲁士的淋浴间 这边也都是Delta的一套黑色的 这个hardware的升级 挺好 采惯了它 你看这么小一个房子 一间房间窗搞这么大 这么大的一窗 然后我们再去快速的看一下 这个衣帽间 衣帽间也很大 衣帽间这边有采光 然后这边一个长发简的衣帽间 然后我们来 这个是暖气机 对吧 暖气机在这里 这里洗衣房 我们来看一下洗衣房 药板房是有水池的 那这个有水池吗 这个没有水池 没有水池 但是我们来看看 它底下有没有做那个东西 那是也没有升级 那就是没有升级水池 但是自己后面是可以做 但是呢 有点麻烦 稍微有点麻烦 这边是烘干机 然后洗衣机 客户这边也是一个布鲁士的衣帽间 布鲁士衣帽间也挺大的 然后过来 这边是它的一个小房间 这小房间其实也不小 采光也很好 小房间是对着车库 反而这一边是 这边是偏西偏南 一个西南方向 你想采光就跑这个房间来 就比如说冬天 这房间就比较暖和 夏天主卧就比较凉快 这边的正案 加起来 这个房间 就是准备在干锁干黄一边 准备进行 对